这是民进党党主席初选在即 立委赵天龄就直接点出 蔡英文 苏贞昌 还有谢长廷 这几位党内长辈 不应该再选党主席了 但是呢 大家也都知道 赵天龄是谢系人马 因此这些话不经让人猜测 是不是要来帮谢长廷解套 甚至要逼退苏贞昌呢 赵天龄否认这样的说法 不过谢长廷笑也出面 他说自己向来是力挺改革 并且2008年他曾经把 党主席的职位交棒给蔡英文 如果参选跟改革有冲突 他会慎重考虑退选 而这也看得出来 谢长廷跟子弟兵同声出气 赵天龄 冻散 赵天龄 冻散 22号深远立院学生 民进党党主席苏贞昌忘情 喊出冻散 太阳花学运顿时向选举造势 被外界抨击 苏贞昌否认被边缘化 但党主席初选在即 立委赵天龄突然开炮 说蔡英文 苏贞昌 谢长廷 都不该再选党主席 蔡英文 苏贞昌 谢长廷 如果他们真的想要选 那他们就真的必须要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说 这个党要怎么改革 我觉得民进党 就是因为被拍戏绑死 就是被这些大佬政治给牵绊了 身为谢系人马的赵天龄说 大佬要选就要提出改革方向 不过身为谢系子弟兵 这番话被外界质疑 是否在帮也放话参选的 谢长廷解套 甚至要逼退苏贞昌 我这么多年来 以这几年来 在民进党都是坚持改革 我2008交给蔡英文 已经是这个交棒了 赵天龄提出的 世代交替要改革 谢长廷接过画夹子 说他力挺改革 也曾完成世代交替 也坦诚前一晚 曾跟赵天龄碰面 子弟兵喊话 谢长廷考虑退选吗 我的参选会影响 我改革的角色 或者是被怀疑的话 那我会慎重考虑 谢继人马指名道姓 说蔡苏贤都不该再选 谢长廷跟着出面 似乎就是亦有所知 每一个世代都应该投入改革 当然我只能讲我自己 我不能讲别人 也要怎么样 太阳花雪运之后 外界执意民进党 遭到边缘化 中生代在党主席选举前开枪 赵天龄喊话 谢长廷再补一枪 对准现任党主席苏贞昌 借来观章菜装 及高莫柔 台南高雄 综合报道